ari this morning 早上好哦 因为CapoCock的公司 那个公司的名字 我不会读哎 어나公司CapoCock 可是那个英文名字我不会读耶 Agri-Cock Agri-Cock St-Jean Brothers 我今天穿这个 哎呀 这样你应该拿一件给我了吗 可以 伯母 我下次拿给你 是啊 做糕点的时候可以穿她的衣服 她说要拿粉来给姨姨 姨姨很高兴所以拍给大家看 这个全部芭蕃果蕃啊? 这个芭蕃果蕃果蕃 这么多啊? 里面有很多的 木薯粉 然后这个是玉米粉 这个是糯米粉 哎 你看啊 我忍不住哦 我已经开了 我最重要是糯米粉 大家都知道姨姨很喜欢用这个的糯米粉 为什么? 因为姨姨要做汤圆 如果来得及可能会做年糕啦 来不及就是汤圆 因为汤圆一定要出了 姨姨这一次要出的是汤圆 比较不同有一点点泰国式的 然后我们来 姨姨再开其他的 玉米粉 这个玉米粉 哇 玉米粉真的哦 不知道怎样用 真香 我要送给人家 可以慢慢用 我要送给人家 我又要寄很麻烦了 要出去不可以 很棒 送给家人啊 朋友都可以 是哦 本来是想送给粉丝的嘛 嗯 哈哈哈 可是要寄很麻烦 应该你们公司负责寄哦 可以可以 来 拿 哇 真的是哦 我可以送我的粉丝是多好 哇 真的有耐用哦 真香哦 我每次去NSK一买哦 也是买568哦 一看到就要马上落哦 那姨姨拿到这一个呢 她跟姨姨讲啦 她的好处 但是姨姨觉得 因为我还没有参观 我也没有去参观 但是姨姨用到是 真的是很好啦 她不会说炸到很黑这样啊 呃 她的怎么样出产这个产品 由Agrico的 Product Manager跟你们讲 OK 我们这个的话是用比较上等的 油葱 来炸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添加任何的 这个防腐剂 所以呃 吃起来 它会比较好吃 比较香 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用 呃 回锅油 你们可以看颜色也是 没有这么深的 嗯 对 然后油温什么 我们都是用自动化的机器来控制 所以 它会每一包其实 它都会很脆 颜色也很漂亮 诶 我问一下很多人讲 我们在Auntie 每次买东西 我们觉得这种炸葱油啊 这些啊 他们讲会有放 plastic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呃 肯定是没有放 plastic的 没有粉啊 是哦 这么花会这样脆 它这样脆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有放一点淀粉下去 哦 这样对啦 淀粉的话 它是会脆啦 所以它可以饱脆 所以一段时间后它还是会很脆 嗯 不过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谢谢你啊 不客气Auntie Liu 大家好 Auntie Liu Auntie Liu来了 今天我要讲客话 海南烧啊 海南烧 海南烧 边 哈加麦 没哈加麦 哈加麦 哈加婆啊 那些阿婆啊 OK 今天我要做马鸡 你知道吗 看到吗 我吃马鸡 酸盘子 五条啊 五条要做酸盘子 用马鸡 用薯粉 你看 Auntie今天觉得很好笑 你看Auntie为了应景 就买了一个客家的Apple 你看客家的 上网买淘宝17块多而已 很便宜 很像客家妹 很像客家妹哦 客家婆啦 还有客家妹 来 我们今天要做酸盘子 酸盘子有故事咯 我跟你讲酸盘子的故事 酸盘子呢 是客家菜为主的哈 他们过年过节必有的 为什么呢 OK跟你讲这个酸盘子的故事啊 以前客家人啊 他们多数是住在山边啊 比较森林一带的 然后呢 他们就是序幕啊 耕种 还是很穷 所以一家之主 男的就要出去外地打工 所以他们要出去外地打工的时候 那些妇女呢 他们就会拿一头 做成一个一个的 酸盘子一粒一粒的 所以他们就做酸盘呢 他们有意义的就是讲说 精打细酸啊 精打细酸然后就是说 酸的今年明年再酸 酸的今年明年再酸 朋友咧 年年的有 有点酸 酸太浅啊 酸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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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咯 阿姨给你看 阿姨有啊 不懂酸盘啊 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所以以前啊 读书的人有学酸盘的 阿姨一个年代的时候 已经开始没有学酸盘了 你的时候有学酸盘吗 有啊 就是一上一 二上二 三上什么 加上五十亿 阿姨没有学过啦 以前我告诉我爸爸 很会叩叩叩叩叩叩 所以以前的人这个 蒜盘就是calculator 很鸡咯 他们用calculator 不要开玩笑哦 所以意思 过年过节 一定要有做蒜盘子 就是讲说 精打细酸 才颜滚滚 的意思 OK 就是这样啊 这样的由来 所以你看啊 那个蒜盘子一粒一粒就是这样 所以年轻一代的 为什么要做蒜盘子 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做这样的一粒一粒啊 OK Auntie要教一下新手哦 怎么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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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是很漂亮的 很粉 然后很香的 价钱会比较贵一点点 但是很难很难买得到 你们就买那种泰国的一头 OK的 你们拿的时候要很轻 很轻它就粉嘛 没有那么湿咯 然后你们看它的表面比较湿的 就很新鲜 因为它们从地底挖上来嘛 所以会很潮湿 如果很干很干了的就不要买 拿起来很重的也就不会粉 Auntie今天要做的呢 就两个人吃的分量 300g就够了 这边是半g 600g 还是一样 Auntie教过你们一头膏怎么样 去掉它的皮 记住啊 手会痒的 手痒的话 你们就算手套 来Auntie给你看啊 Auntie买的这一粒是半g 或者是用一半 300g 把它切成 2-3mm的厚度 当然是越薄越好 越薄越好 因为我们要蒸 蒸暖它 蒸熟它 等一下要拿来 插这个 蒸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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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水果咯 放下去蒸 蒸到它暖为止 多少分钟 等一下Auntie给你啊 每个人的火不一样 现在Auntie跟你讲的材料啊 蒸熟粉 如果那一边300g 蒸熟粉 你只要准备它的一半就好了 就150g 会少过啦 然后猪肉 100g 拌肥瘦 然后Auntie会拿一点点的肥肉出来 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猪油 你就用猪油 没有猪油 Auntie叫你们这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肥肉拿一点点出来 切丁 大概有一汤匙 两汤匙都是够的 虾米 一大匙半 Auntie买小粒的 因为我不要买大支 我要去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 一朵一朵 有一种是大大朵的 那一个呢 这个会比较硬 这一种比较 软Q弹一点 Auntie喜欢用这种小的木耳 大的也是可以的 个人的口味啊 小的这个木耳 你就买了回来 洗干净 放烧水 就这样放烧水 它20分钟后它就软了的了 你就可以把那个水倒掉 或者你不要理它也无所谓 因为水也冷了 所以这个木耳你要把它切丝 OK 香菇也是要泡超过一个小时 Auntie这一个新鲜的 不用泡洗干净就可以了 新鲜的话 它的丁也是很好吃也不会硬的 全部把它切成片 也是切丝啦 大概有一粒半这样啦 如果大粒的话 你就用一粒半咯 小粒的话你就用两粒咯 也是这样 全部都是这样 蒜米一大匙 要炒的这个料 OK 然后点缀 你们喜欢 记住 一定要冲 还有你们喜欢用 晒干 Inside 的河衣的 Auntie北高终于用晒干咯 那些网网的 烧头 没意思啊 跟其 辣椒切辣 辣椒切粒 也是点缀 然后 葱油酥 葱油酥 这样 这样一包咯 其实 很便宜啦 比我们自己炸 我们买葱头籽来炸 还过贵 他们这些 你要炒他们出大量 会便宜 炸很多工啊 很多工 有时候做一头糕啊 也是要放上面点缀啊 真的很香咯 不会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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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很多臭油 啊 对 所以一直不敢买咯 后来没有了工人咯 我就 开始用这一种 我觉得 这个牌子还ok啦 很ok 炒得很香 阿姨吃点缀 然后 这个是点缀 鸡蛋的Auntie会煎蛋 然后切丝 但是点缀 没有也无所谓的这个鸡蛋 然后炒菜咧 炒这个蒜盘子的时候咧 胡椒粉 黑酱油少洗 要给它有一点点颜色 记住 一定要以揉啊 增加它的鲜味 Auntie不用味精或者是鸡精 用糖 就是这样罢了 来 我跟你们讲咯 一头啊 哦 暖了咯 哇 这个真的快 这个粉的 Auntie只是蒸到10分钟 它全部暖了 因为这个叫做粉意 哈 如果你们买那个泰国的 你们自己拿捏 怎么样干嘛 你拿筷子 去擦一擦它 一暖就ok啦 然后筷子里 咚咚咚咚咚 冷了就行了啦 哈 现在已经暖了啦 拿出来 给你们看 烧烧的哦 趁它烧烧的时候 把它弄 弄烂哈 哈 有甘面棍用甘面棍 没有甘面棍用擦啦 把它弄碎就可以了 来 然后放一大匙的猪油下去 没有猪油 放吃的油 也是可以的啊 ok 你看啊 我放了猪油哦 它油油了哦 它不会粘手了 然后这个薯粉 Auntie刚才讲 350 未必用完的 如果你要用完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加一点点的温水 我们就是这样 你看哦 Auntie才放一闸罢了 它都已经够硬了 看到吗 哈 又再放 你看都用不到一半 你看哦 Auntie放在桌面上 错 你看粉还是油的 所以要少量多次 哈 因为你的 鱼头刚才是很 蛮烧一下的嘛 你放那个粉下去 它不会硬的 它就是把它煮熟软了的 但是啊 你放了猪油下去 很好吃的 Auntie我没有猪油 不要紧了 就放油咯 最重要不要粘手 看 还是可以再拆的 它还是软软的 但是Auntie不要用完 Auntie用一百就好了 ok 我们给它一头比较多了 来给你们看啊 Auntie剩下大概30g 所以总共用了一百二十 剩下30 可以了 好 给它修细 修面 修一下 给它吸收那个水分够够先 这样才有弹性 不要就马上去搓 给它十分钟 到二十分钟 很喜欢 盖住它 剩下一点了 倒下去 不然很浪费 剩下二十多罢了 三十这样啦 来 不要再搓了吧 再搓一整个水分够 两根 一整个水分够 可以用水分够 这样你就神功 很多人做这个蒜盘纸 每个人都很怕 就是要搓 一粒一粒那边 做那个 蒜纸的时候 很多工 所以他们要多多人一起做 不需要的 Auntie跟你讲快的 来 把它做成长条 Auntie要给你们看 大概一粒有多的gram 做一粒试试先 气了 哎呀气太小了 做死人了 发啊 你还会来水没 好凶吗 打开吗 以前的打开吗 不是以前的打开吗 以前的auntie 全部手泡 他们喜欢拿小手间的 然后全部就是这样塞在这边的嘛 有用吗 现在啊 你去买一个美的手泡 你这样放下去 时尚 trend 潮流 uncle不会欣赏 六十年代了 很棒 很棒 Q8那些人用的嘛 那没有 那些人用的嘛 今天他没有人用的嘛 今天auntie流放 就流行了 哈哈哈 变成潮流了 哎来来来 这样哦 等一下 ok了 8了 我觉得10太大了 8 ok 不用撑的啦 大概大概就可以了 阿咯阿咯啦 就贴的啦 差不多一用 一用 嗯 一用中怎样讲啊 一用中 嗯一用中 黑毛 哎哟 啊 然后又做第二条 又是这样子做 然后 做好了 全部 你看不沾手的 不用放粉的Auntie 然后 嗯 撇一粒 不漂亮的无所谓的 切了 以前的正来 撇 撇 然后撇到我 全部大小不经营 这样 嗯 不用啦 你这样切了 你错盐了试试 你看椭圆形 就这边 哎哟 有小孩子 叫帮忙做 全部不知道几喜欢 Auntie为什么出 应景啊 要过年了啊 客家人啊 年菜必备的啊 这个 黑毛 小子 嗯 客家人 给他装 给你的盆全部没有放粉 也会不会全部粘住 粘住啊 问得好 问得妙 每个人都要放粉 他一定会粘的 Auntie跟你讲咯 就是放一汤匙油下去咯 你看不会粘的 不用怕的 你看Auntie 这样一粒下去都可以了 为什么会难 不会难的 这个零失败的 也可以讲 Auntie叫你们做一个东西啊 小孩子会喜欢的 这个是 Original Traditional Fusion的 拿一个小的瓶子啊 你们找一个瓶子 就是它的洞口很小的 擦一点粉下去哈 拿酥粉擦一点 搓一粒圆圆 中间啊 Auntie Kim lohing Kon chong ma gai Hemme Hau kon Yu kak Yu liang Hemme Auntie Dong gu OK 这个有另外一个方法 So你要找的瓶子 记得 找这个洞口小小的哈 这个厚一点 好咯 可以炒咯 OK 我跟妳讲哦 真的很美 很好玩哦 你看哦 我越做越做 我发现到了 你做成这样 不要管叔叔 叔叔骂就骂啦 你做成这样 这样椭圆形 追圆形 然后哦 你这个哦 记住我要放很多粉 你一卡住下去哦 它就很容易 松了的 你看哦 你看啊 你看 很像东姑的 真的很美嘞 哈哈哈哈 你是做送汤匙啊 现在 好啦好啦 不要玩了啦 来 水滚 水滚 不要这样直接下 因为它会长住 放一大匙的油下去啊 在这个滚水中啊 你看 Auntie的可以滑动的 全部不会粘住吗 不会的啦 Auntie Liu做的东西 中火 不要太大哦 煮 煮鸡酒 煮到它浮起来 温得好 温得没有 哦 浮起来就可以了 嗯 浮了啊 等它滚啊 很快浮 嗯 然后开始滚了 OK 这个最好的方法 算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OK 好了上来 过冷水 不然它还会再煮哦 过冷水啊 这样它才会Q彈 过了冷水了咯 沥干 来 起锅烧油 然后这个猪油放下去 把它包出来它的油 出油了看到吗 这个油啊 看啊 不是很多哦 Auntie要把它再放 大概要四到五大匙的油 Auntie再加一汤匙普通的油 所以已经有一点点那边的猪油了 不怕 大概有五大匙这边啊 蒜米一大匙 虾米爆香 放了蒜米炒炒一下就可以放虾米了的啦 它又开始金黄色了咯 好 放香菇下去 香菇一定要拿来包的啊 它会跑出它那个味道 然后就可以放这个油鱼 油鱼 它会散发出那个鲜味 然后有香烧碗 它吃的油焦焦焦焦了 然后才来放薯粉 给它有味道啊 然后现在放下去爆炒 一点点水啊 这边呢 半碗水啊 因为这边有蚝油啊 那个猪肉哦 你看它全部打开来了 你就可以放入耳 噢 这个料这么多哦 300克 好 可以下了咯 整个放入 放下去 它会有粘住一点啊 无所谓的 它会破开来的啊 不怕 你看 破 关小 这个时候你可以下 全部你的料了 一茶匙的 一露 一茶匙啊 黑酱油 一点点就好了 给它上色 然后就是 盐 一点点啊 等一下试味道了才加 刚才我讲的那个半碗水哦 不要勾芡啊 要勾芡整个哦 狗狗这样啊 你吃了不好吃的 它不会一粒一粒 颗粒的 然后啊 你看啊 那个半碗水没有用完先的啊 你看 有汁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那个黑度 不够 你现在可以夹 不可以 哦 你现在拍照不美丽 黑黑的 看没有 开大火啦 看 鸡亮 胡椒粉 不够黑哦 不美哈 肥一点就好看 不好看啊 这样你吃印度泡 印度泡也是很黑 很好看哦 你觉得 你为什么要吃我 Uncle不会打了 你看到很干哦 这个时候你又可以放你刚才的水下去 用完了啊 拌完水 然后有鸡精 放鸡精 没有鸡精 放糖 1 1茶匙 葱 再炒 倒倒 放下去 炒哈 搞定 半火 阿姨放鸡和葱 我已经关火了 就这样子炒到了 它的颜色很 清 很漂亮 你看 不要开着火来炒那个青葱 它就会不美丽 它的颜色 可以咯 哦 搞定 看不用什么碗 我用那个碗 看到吗 那个碗 那个碗 对咯 Q5 对不对啊 用这个碗 碗 来 葱油酥 点缀 OK 辣椒 放下去 压下去 地缝缝 黑毛 鸡蛋丝 OK 搞定 不能顶 油真的很好吃 你看我没有Dex味道 我怕它不够咸 perfect 不用放盐 炸阿姨这样 刚刚好 鸡黑好吸 好香 来帮我看 真的要做阿 阿姨这一道跟你讲 很美 很喜欢到点醉 来 小咖 来 炒下去 今天阿姨六 不愧疚了 你刚刚要看你 先不要看奶 吃点你猪咯 我还要猪咯 全部都要看你 不要看奶 知道吗 好像没有中游 酥酥酱我放的不够粥 放什么 嗯咯 要放粥点 那个蛋我也是要放 咸蛋那边 它酱油到那边一起 你刚才讲不够咸吗 咸吗 够咸吗 你可能会不够咸 够 够啊 大辣椒 够咸 够哦 那天就比较Q 还是今天就比较Q 哦 冬菇的哦 你咦 看不出了咯 那些那些酱料 全部黏黏住了 有没有中冬菇哦 嗯 嗯 像哦 他以为是冬菇 哈哈 哎 吃完了 我们两个人可以吃完了 嗯 可以吃完了 要放咸咸咸辣椒好吃 还是这个辣椒好吃 好吃 我给你试试 嗯 诶很多人讲你香 香水的嘛 讲你香细烧香的 不懂哪里香 你觉得香吗 香吗 哈哈哈哈 我找啊 不如 像那个八两斤 安哥不知道谁是八两斤 这个要讲好吃还是那个要讲好吃 这碗干过两个人是吧 我们两个人吃完了咯 很好吃 你看你吃到虾米咯 葱油酥 你一直挖葱油酥来吃咯你 那吃有点像虾米 它搅脆脆的 哇真的 一流啊 哎哟 开中间你买的这个芋头美 你给我那个芋头也是美的 泰国那个 因为我们的粉少过利红嘛 我们一直讲一次吃咯 关机有咯 好啊 很长 OK 谢谢大家 拜拜 喜少强 如果它是喜少强我就是写粒咯 就是写粒 是写粒还是你写 想一想到 到哪里像喜少强